水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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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洗是什麼呢 我們是不是每次人家 我們中文啊 或者很多佛教的看 水洗啊 這個水洗的話 它可能是真的 可能是嘴巴 真正水洗是什麼 是從 我說像 作為父母親的也好 作為老師的也好 或者看到自己的兒女 看到自己的小孩 比如說 做一份的善業來講的話呢 有那種內心由衷的歡喜 是不是有這種的話 所謂的真正的水洗 是那一種歡喜心 就是水洗了 它跟我們外在的表現 一點關係沒有 就是那種 歡喜心何時生起呢 我們大家都有經驗 真的有經驗在水洗 就是說 為父母親的話 應該就知道說 譬如說 假設我現在才比較知道 有可能說 在眾多的考試當中 每一次都考得很爛 很爛 所以它這一次考到一個 極格 是不要說明孽前茅 只要考到極格 是父母親就有那種的 那種非常歡喜的那種 那種心的時候呢 這一種的歡喜心就是 真正在自己內心 生起一種水洗了 所以當我為他人去歡喜 而去找到的話 這是什麼 是不是我累積善業的嗎 因為我還沒有自己造作 我是 因為我水洗他的善根 我等於說 我造作了善業了 可是 它是不是說 有一分是什麼是 我不是水洗他人呢 我是水洗我自己的嘛 我已經累積這個善根了嘛 我再去做水洗的話呢 我沒有再累積更多的善根 可是我死什麼 我死我把剛剛 或者我以上我往昔 所造作的這一切的善根 不管說是現在也好 未來也好 過去也好 我去水洗這個東西的時候 是不是使它增長了嘛 所以在水洗它為什麼說有分 兩分嘛 一分是如果我去水洗他人的善根的話呢 我是累積 我是累積的福報 或者累積功德這一分 我是水洗我自己 所造作的善根的這一分呢 是使它不斷的增長 那麼多的善根 是水洗的善根 是水洗的善根